今天真情专访 我们要带您看这一位年轻人 爱鱼成吃 在这么多的鱼种类里面 他只挑龙鱼 非龙鱼不爱 而且呢 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他的珍藏 小白 小白是他最好的朋友 甚至呢 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欢迎你 潘俊强是小白的父亲 早在15年前 因缘际会爱上了龙鱼 一发不可收拾 25岁呢 那年开了龙鱼专卖店 正店之宝就是这 一局中只会出现一条的稀有白龙鱼 潘俊强叫他小白 网友出价8万元买小白 他毫不考虑地回绝 有人出了很多很多的高价 你还是不卖它 是因为觉得价钱不够 还是觉得舍不得 还是什么原因 因为如果我把它卖掉的话 我一辈子就找不到另外一条 一模一样的鱼了 因为他们这条鱼是 万中之一 很难找到 全亚洲差不多有五条 只有五条 在新加坡 只有一条 相当珍贵 我们回忆一下 你认识小白是几年前的事情 两年前 两年前 当你认识小白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很小一小的小朋友 对不对 那时他还六吹 你看到他那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 心情是什么 好白哦 真的是好白 好特别的 一号鱼 那么当时我跟他买的 跟那个主人买的时候 是有点碰运气 因为那时是大年出山 那么他主人本来都不要卖我的 当时我就爱不释手 我就一直苦苦地求他 他不卖我 这样我就用了最后一招 就是说 如果你不卖我 今天大年出山 如果你不卖我 整年会碰运运 所以有点要求 威胁 所以他就卖你了 没办法 他就卖给我了 千方百计得来的珍宝 潘俊强自然是宝贝的不得了 他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静静地观察小白 三到四小时 用心与小白对话 刚刚讲到龙鱼 其实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 他吃 他的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有攻击性的 所以我现在就邀请小白的爸爸 怎么样让小白吃东西 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其实小白 你别看他这样子 雪白的身体 其实他个性非常的强悍 对不对 很猛的 所以现在到了他吃饭的时间了 对 不要吃啊 他是吃青蛙 活的青蛙吗 对啊 所以他只有活的东西才吃啊 对 就像这样 你看他 他已经瞄准好了 一口吃下去耶 对 而且速度很快 就这样迅雷不及 眼耳的速度 一口咬住青蛙 对啊 这样子完全吃下去 他会咀嚼吗 他会咀嚼吗 还是吞进去 对啊 会慢慢咬了 慢慢拉进去他的肚子里面 对还看到青蛙腿还漏在外面 对啊 然后再慢慢的吃进去 因为那个比较大支 一点的 就给他吃 他一天会吃几只青蛙 那小白他通常一天心情好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吃四到五只 普通通常一天就是差不多吃三只 所以你平常都是怎么样欣赏小白的 你一个人在店里面的时候 就是为了他 就是为了他 你会怎么样看小白 为了他过后就坐在那边这样傻傻的 怎么样 你都会坐在这个位置吗 对就坐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就在那边看他 就在那边看他 看他的油 他就慢慢的在那边游啊 你最欣赏他是什么地方 他这一条白呢 他 其实他的动作很慢 他不快 他是很慢慢的游来游去 有那种很帝王式的那种 白在潘俊强心中已经拧人化了 不仅有脾气有个性 还会隔着玻璃 云俊强脑力激荡 每天搬张椅子 好几个小时 这样子对他深情宽宽 这样子入审 你从鱼的世界里面 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领悟跟体会 其实在龙鱼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个性 每一条龙鱼有每一条 有鱼的他们的个性 就跟我们人类一样 我们人跟人 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的 在龙鱼方面 我们 我领悟到就是有时对人的款待 有时真的要找一点技巧 也有一点 因为跟我们养鱼一样 讲的也是耐性嘛 所以 启发就是 带人带做什么东西都好 都是要稳赞稳打 要去对个人也好 去做每一样东西都好 都要一步一步来 不可以太过 超之过激 沉浸的水中世界 别有独特的复杂和深沉 也陪伴着碍于人同步成长